我们一起画花神圣的旧约 不经不觉,我们读到《利美记》了 《利美记》有27章 那我们一直累积了 我们从《创世记》开始 《创世记》有50章 《卓埃及记》有40章 《利美记》有27章 换言之,《利美记》是相对短的 不过相对短也不是容易读的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读《利美记》 下个星期我们会画花《利美记》一到五章 我们现在来看看《利美记》第一章 《利美记》第一章第一节 神从背幕中呼叫摩世 吩咐他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门中间 若有人要献贡物给野部画 可以从牛群羊群中献身畜为贡物 有时候我们想着《利美记》 那当然是被利美人读的了 不过当我们仔细看圣经的时候 其实《利美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摩世领受了神的说话 要跟所有的以色列人说 换言之 这些《利美记》的书名 其实都有些誤道的成分 因为它不是单单给利美人读的 是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读 当然也都是给我们读 读利美记有一些难度 因为就算是以色列人读 现在圣殿已经不存在了 祭坛已经被毁坏了 所以都不会有人能够履行得到 利美记里面的内浴教读 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 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补血 成为神的子物 利美记对于我们来说 都有它的意思 就是我们会一直读的时候 我们体会在新药里面的教读 原来是源自于利美记的教导 那些教导是显示出神的圣情 有一个概念我要跟大家交代 当大家读利美记的时候 会发现有时讲结症 有时讲不结症 结症和不结症 大家留心一下 不是讲干净和不干净 物质 有没有一些细菌 没有细菌 就叫做干净 吃了那些结症的食物 就不会肚痛 吃了那些不结症的食物 就会肚痛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结症和不结症 其实意思就是 是不是准备好朝见神 在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Holy 神圣的 即是和世界是不同的 和我们是不同的 和俗世是不同的 神是独特的 神是超然的 用圣经的说法 神是神圣的 如果人要去到神圣的神面前 敬拜他 甚至去祷告 必须要是结症的人 才可以进入神圣 相反 不结症的人 不能够去到神面前 如果不结症的人 硬要去到神面前 这些就叫做 不结症的人 请大家记住 这个结症和不结症的概念 去到新约 新约其实都是一样 用这个概念 不过 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 既然是神圣的旧属雄恩 我们是藉着十字架 就能够进入神圣 希伯来书第九章 就讲得很清楚 他用汇幕一层一层 这样去解释给我们听 希伯来书九章二节 那预备好了的帐幕 第一层叫圣所 里边有灯台 公桌和公饼 第二层万子后 又有一层帐幕 叫至圣所 有金香坛和四维包金的药柜 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 阿伦那跟法国牙的帐 和两块药柑 贵上有荣耀的基柏露 照着诗恩作 希伯来书重新解释一次给我们听 在旧约里边的汇幕 一层一层 意思就是越来越神圣 最神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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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神圣的位置就是 施恩座 甚至是有荣耀的基柏露天使 是抓住的 意思就是神圣不可侵犯 希伯来书第九章 这样去教我们 但希伯来书第四章 又圈恋我们 在第十四节 它说 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 就是耶稣神的儿子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软弱 他也在各方面受过事他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据地 来到施恩宝座面前 唯要得连述蒙恩惠 作及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能够去到施恩宝座前 这个原先在旧日只有大祭司 才可以去到施恩宝座面前 代表百姓向神 是求连连蒙恩惠 作及时的帮助 但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坦然无据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成就了救恩 我们可以坦然无据 来到施恩宝座面前 去得连连蒙恩惠 作及时的帮助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离米它 当你 dádare 离米记的时候 你会会看神 导物以色列文 你如何建议 连蒙恩的生活 便在离仪上 如何保持善證 当结淨的时候 如何按照规矩去敬拜神 当我们明白尼未记 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是很神圣 并且神对祂的子民很有要求 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按照尼未记的教导去生活 不是代表神没有要求 不过神的要求是着重点放在耶稣基督教导那里 这一点我稍后有机会可以再多一点解释 而希伯雷书的作者他鼓励我们 只管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私人宝座面前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经常觉得 邓兄姊妹一起祈祷 一起去亲近神的事上面 庆佛不重视 这是很可惜 因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而为什么我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原因就是我明白圣经 我愿意花时间在圣经上面去学习 所以邓兄姊妹继续努力 当我们越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越明白神的心意 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好处 神的爱护神的怜悯神的恩惠 我们就预备神去亲近他 接着我带领大家祷告 为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热症而感恩 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补血 叫我们这帮外邦人 原本就算我们熟读尼未记 跟着那些规矩去敬拜神 都不蒙越纳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外邦人 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这些外邦人 都能够得以洁净 能够去到施恩宝座面前去祷告 我们不单止为到因着耶稣基督得热症而感恩 并且我们为自己尝到施恩座前而祈祷 希伯来书第四章鼓励我们 只管坦然无据去到施恩宝座面前 既然要鼓励 即是我们有时不愿意 所以我们为自己祈祷 求神去激励我们 去到祂面前去祷告 请大家祷告 接着我会带领大家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同祷告 圣父我感谢你 因着你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得以洁净 主这个虽然是白白的恩典 但是是你付上极大的代价 当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伟大的时候 主要我们要谦卑在你面前 我们要深存谦卑和感恩 我们要体会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实在 天父我求你的爱激励我们 好让我们懂得来到私恩宝座面前 从前私恩宝座是只有大祭司每年 甚至只要一次才走到约柜面前 但是今天我们竟然借着我们耶稣基督的那位大祭司 我们可以时尚来到你面前 你私恩宝座面前 而祷告 主你不单止去吩咐我们去祷告 你要求我们一同去祷告 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有一同的罪责 我们一同的去祷告你 我们一同去寻求你 但愿主你的灵你充满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从读圣经里面明白你的心意 主是何等宝贵的机会 我们来到私恩宝座面前祈求 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多向你祷告 免得我们只是按自己的意思而活 主啊我们要多祷告 免得我们的信心软弱 主啊我们要多祷告 免得我们甚至陷在试探里面 我们都不知道 天父求你 兼顾我们的信心 又比我们灵里面有兴和 保养我们不单止将自己的事 带到来私恩宝座面前 我们又将我们家人的事情 将教会弟兄姊妹的事情 将教会你怎样使用我们 带到来私恩宝座面前 带到来私恩宝座面前 我们要讲几个礼制的 第一章呢 就讲凡制 凡的意思呢 就是要用火 很强调呢 就是用火 烧尽那些制物 第二章呢 就是数制 第一章讲的凡制呢 就是用伸畜的 第二章的数制呢 就是用植物的 至于用什么植物呢 大家在第二章里面 自己看 第三章呢 就是平安制 平安制和凡制数制 最主要的分别 就是平安制是可以和人分享的 凡制呢 只是烧光它 完全归给神的 而平安制呢 就可以和参与制制的人呢 一同分享 读尼尾记 有时会给我们一个感觉 就是很难 因为很多很仔细的程序 而今天我介绍一个 读尼尾记的方法 给大家看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去分段 读一读 给大家听 尼尾记第一章第三章 他的贡物若以牛为凡制 在第三章开始说是用牛的 到第九章呢 就是一个段落了 第十章 人的贡物若可以 绵羊或山羊为凡制 由第十章开始呢 开另一个段落 原来牵制可以有选择的 人可以拿牛去 可以拿绵羊或山羊 不过不同的伸促 那个处理方法呢 会有不同 第三章到第九章 就是说 如何处理牛作为凡制 第十章 去到第十三章呢 就是说用绵羊和山羊 或者是山羊 如何处理 到第十四章开始呢 如果见贡物的 是鸟又如何呢 在第十节以后呢 又会有指引 獨立尾记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留意分段 所以画花圣经很重要的 我偶尔都会听到 弟兄姊妹 说 哎呀 不想画花圣经啊 就是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 圣经很神圣 不应该画花 错了 你越尊重神的话语 你就越花时间去鑽研 你花时间去鑽研 其中一个方法呢 一定要做笔记 当你做笔记的时候 你就会更深体会 神的话语的实在 你能够有什么体会呢 这样圣经才是神圣 如果盖上它 它靓靓的放在书柜里边呢 这个是藐视神的话语 是很干净啊 好像很工整啊 整齐啊 但是 心却远离实 所以我们要掌握 不同的方法 去读圣经 读尼未记呢 分外要留意 怎样分段 另外一个的技巧就是 留意重复的字眼 喜利尼未记第三章三节 他的贡物若以牛为凡制 要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 接着我们看到 第十节 说献面羊或山羊为凡制的呢 有要求的 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药 为什么这么强调没有残疾呢 因为牛和羊都是有经济价值的 残了的 当然经济价值低些了 神就说了 你不要将一些 你都不想要的东西 献给我 哎呀都有病的了 哎呀低了 哎呀卖不到钱了 奸不到田 我拿去奉献给神 神说我不要 你不要 当你发现有些重复的字眼 你就用不同的方法 或者你可以用符号 有时都没有那么多种颜色 用符号 表达出那个重复 而当你发现有重复的时候 你就要停一停 想一想 为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呢 为什么神这么强调 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药 没有残疾的公药 除了我们看重复呢 有时是重复当中又没有重复呢 这个都是值得留意的 第十四节 人献给耶和华的公药 若以料为凡制 如果你熟悉第三节 和第十节的模式 你就会想 嗯 没有残疾的料 就是要献没有残疾的料 但是又没有 相反只是说 就要献斑溝或初甲为他的公药 咦 这样是不是可以献有残疾的料给神呢 留在一起 你们自己去思考 起小组讨论在哪里 这就是讨论的内容了 接着我们一起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画花里尾记 尾记不容易明白 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去明白 你明白的过程 你明白的过程需要有耐性的 也都需要学习技巧 你理解我会 一路跟大家去分享不同的技巧 以至大家能够明白 以至大家能够明白利美极的内容 而更重要的就是 当我们读圣经 我们能够与神相遇 我们体会神的同在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以至我们能够有力量 然后呢 继续去撥出福音 大家现在花点时间 为自己祷告 接着我又带领大家祷告 我们的本人 可能会有点心 我们会有什么 你怎么看到 我现在是在这里 你再寻步 我现在还可以 我现在还能够 我现在也要不在心里 我现在还能够 我现在要在心里 你还要不在心里 我现在还能够 你以为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父,你的话语是宝贵的,因此我们努力去学习,主啊,当我们包开你美记,我们觉得跟我们很遥远, 因为甚至以色列人现今的世代都不能够按照利美记去向你献祭,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去理解利美记, 从你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又求你帮我们再看软一点,就是读你美记的时候,学习从新约的角度, 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这个这么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巴不得当我们,每一次当我们翻开圣经, 我们都能够预理相遇,我们体会你的同在,我们受你的安慰教导鞭策,好让我们得着力量,能够在不同的生活环境,活出福音, 主啊,我们公敬地将下个礼拜,我们要挖花利美记,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祝福我们, 奉耶稣基督得圣明志祈求,阿们。